一旦我可以当皇帝的妈妈了 那我老公就可以赶紧去死了 而一旦我可以当皇帝了 那我儿子也可以去死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征明 欢迎回到读书时间 今天我又来讲莫里亚克了 我知道每次我讲这种现实主义文学 视频观看量都特别的低 但我还是想讲 因为我真的是太喜欢莫里亚克了 我知道看到这个视频的标题 大部分人可能都连点进来看的欲望都没有 但是既然你已经点进来了 我觉得不妨就听我讲一讲 我相信听我讲完这个故事之后 一定会从某些方面引起你的共鸣的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是法国著名的文学大师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我的频道之前已经讲过三部他的作品了 分别是蛇结 排雷斯德斯盖鲁 还有给麻风病人的吻 其实啊 给麻风病人的吻这本书里面还收录了他的另一部作品 是这个给麻风病人的吻这本小说的姊妹片 叫做母亲大人 那今天我们来讲哪本书呢 我们就来讲讲这个母亲大人 母亲大人这本书的主角呢是一对母子 这个母亲呢是一个怀有近乎变态的控制欲的母亲 于是呢他的儿子费尔南也就是这本小说的男主 就在这种环境当中成长为了一个懦弱的妈宝男 到了50多岁了还没有结婚 甚至50多岁的他抽根烟都还要偷偷摸摸的 直到一个叫马蒂尔德的女子出现才打破了这一僵局 马蒂尔德出身不好 急于摆脱寄养家庭 于是呢就设法和费尔南结了婚 但是呢我们现在的女生其实都知道一个道理 就是找对象千万不能找妈宝男 一旦找了妈宝男就相当于跳进了一个火坑 马蒂尔德嫁给了费尔南 其实就相当于从一个火坑跳入了另一个火坑 出于对儿子变态的控制欲和占有欲 母亲大人完全把马蒂尔德这个儿媳妇视为眼中钉 恨不得她赶紧消失 而费尔南这个妈宝男呢 则对自己的母亲大人唯命是从 所以没过多久 马蒂尔德就因为丈夫和婆婆的漠不关心 死于产后的高烧 而直到马蒂尔德去世 男主费尔南才终于明白 自己从始至终都一直活在母亲大人编织的控制之王里 于是呢费尔南开始试图摆脱母亲的控制 频繁地与母亲发生冲突 母亲就觉得都是这个儿媳妇马蒂尔德 把自己的儿子变成这样的 所以呢马蒂尔德活着的时候 母亲嫉妒马蒂尔德 马蒂尔德死了之后 母亲又开始嫉妒他的鬼婚 结果最后母亲大人意识到 自己已经失去自己的儿子了 就活活地给郁闷死了 于是费尔南到最后是既失去了妻子 又失去了母亲 他终于如愿以偿地摆脱了母亲的控制 但是呢作为一个妈宝男的他 却根本就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所以最后呢只能孤独一人 迷茫痛苦地度过了余生 听完我的讲述 相信大家也都发现了 这本书的故事情节其实非常的简单 但是呢却把这个傅全智社会的黑暗面 扒得底裤都不剩了 我知道有的小伙伴可能不明白 这本书不是讲母亲对儿子变态的控制欲吗 不是讲妈宝男吗 又没有出现父亲这个角色 跟父全智有什么关系呢 别急啊听我跟你解释 这本书的主角不是一对母子吗 母亲是一个有变态的控制欲的母亲 儿子呢则是一个妈宝男 其实这样的组合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 只不过没有书里写的这么夸张 既然这种组合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 那大家有没有思考过呢 这种类型的母子是怎么产生的呢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母亲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儿子呢 莫里亚克去写这样一本书 去塑造这样一对典型的母子 其实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父全智的社会秩序 我们先看女主啊 女主也就是这个母亲 她自己也是一个女人 但是呢却患有严重的艳女症 可以说是把艳女展现到极致了 首先她对自己的儿媳妇简直是恨之入骨 她对儿媳妇的恨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呢 毫不夸张的说啊 她压根就没把儿媳妇当个人看 就恨不得儿媳妇赶紧给自己生个孙子出来 然后就可以去死了 就像书里写的那样 在马蒂尔得怀孕的头五个月里 她没有什么好闹腾的 啊当然 私下里老妇人已经开始活动心眼了 毕竟她的死对头在不久的将来 很可能会产下一个活生生的男孩 但是谢天谢地 接生婆说过 马蒂尔得身体状况不佳 一定会出意外的 没错 作为婆婆 她居然在盼着自己的儿媳妇生产的时候出意外 盼着儿媳妇赶紧狗带 另外呢 女主也就是这个母亲 特别不希望自己的儿媳妇生女儿 一直在不断的给自己的儿子叙叙叨叨 千万别生女孩 千万别生女孩 一定要生男孩 一定要生男孩 儿媳怀孕之后 她跟儿子聊天的时候 基本上聊的全都是这样的内容 宝贝我了解你 你是不会喜欢女孩子的 要是看到生的是女孩 你一定会伤心的 而且生女孩和生男孩一样麻烦 开销也一样多 换言之啊 女主的世界里边完全容不下 其他的任何一个女人 哪怕是自己的儿媳妇 哪怕是自己的亲孙女 只要是个女人 她就容不下 对于母亲大人 这种家庭妇女来说 她的家庭就是她的王国 她希望她的王国里面 只有一个女人 那就是她自己 这样她就能独占 这个王国里的男人 也就是她的儿子了 为什么呢 因为她的权力 来自于她的儿子 她的财富 也来自于她的儿子 她因为母亲这个身份 才有了支配力 她因为母亲这个身份 才能够分享 在父亲和儿子父子之间传承的财富 谁愿意把属于自己的东西 分享给别人呢 普通人都不一定愿意 更何况是母亲大人 这种占有欲极强的女人了 所以谁是她的竞争者 她就憎恨谁 谁能让她拥有权力 她就想要占有谁 那由此我们也就知道了 母亲大人对儿子变态的占有欲 根本就不是出自于亲情或者母爱 而是出自于人类对权力的渴望 所以我们说 在这个父权制的社会秩序之下 是根本就没有亲情 更没有爱情的 举个例子 大家应该都看过宫斗剧吧 那宫斗为什么会发生呢 是因为这些女人都太爱这个男人了 都想要得到他爱的回报 所以彼此之间争风吃醋嘛 显然不是 这些女人看似是在抢男人 但实际上是在争夺权力 他们争夺的是皇帝的老婆这个位置 而不是皇帝这个男人 对于这些女人来说 一旦我可以当皇帝的妈妈了 那我老公就可以赶紧去死了 而一旦我可以当皇帝了 那我儿子也可以去死了 这个古罗马的伊丽娜女皇不就是嘛 为了当皇帝 连自己的亲儿子都杀死了 所以母亲大人这本书 为什么读完之后 让人觉得这么震撼呢 就是因为它揭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在父权制的社会秩序中 男人也同样是受害者 母亲大人为了自己的权利 连儿子一生的幸福都可以牺牲掉 虽然现代社会 父权制的社会秩序已经有所松动了 女性拥有了财产权 拥有了继承权 但是我们看到 在大部分的国家里边 最优质的资源 还是集中在少数男性手里 中央政治局里一个女人都没有 这个教育机会啊 工作机会啊 也都向男性倾斜 在这种环境里边 谈爱情之类的 确实比较可笑 我不太喜欢屌丝这个词 因为我觉得 就是虽然这个词 现在大部分是用于自我调侃了 但是本质上 其实是对社会底层男性的一种羞辱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 在这种父权制的社会框架里面 对于女性而言 男人的意义就是金钱和社会资源 如果一个女性 有能力去占有一个 有权有势的男人 那么那些没权没事的男人 在他眼里就是根屌毛 所以父权制的社会秩序 压迫的不仅仅是女性 男性更是深受其害 而我之所以这么喜欢 莫里亚克的作品 很大的原因 其实就在这里 批判旧制度 批判父权制社会的世界名著 实在是太多了 但是大部分这一类的世界名著 都是通过 怎么说呢 去都是通过去描绘女性的苦难 刻画女性受害者 去揭露父权制社会的阴暗面的 只有莫里亚克批判的视角 格外的与众不同 你像这个舌节也好 给麻风病人的闻也好 母亲大人也好 你读这些书 你就能发现 莫里亚克特别擅长于 怎么说呢 描绘男性的痛苦和苦难 他总是将男性 作为这个父权制社会的受害者 去进行描绘 而且描绘的入目三分 让你对这些男性人物的痛苦 特别的感同身受 就比如舌节的男主 舌节的男主 在别人眼中 是个功成名就的成功人士 但是呢 因为他无可救药的厌女症 一生都生活在痛苦的折磨里面 爱和亲情 他是一直都触摸不到 给麻风病人的吻的男主 是意识到了 这个父权制社会的荒谬 但是呢 他却拯救不了女主 也拯救不了自己 最后只能通过死的方式 来让自己获得解脱 母亲大人的男主 就更别说了 他的一生都被母亲大人毁掉了 其实我上回给大家讲的 台雷斯德斯盖鲁 这本书也是一样的 虽然它是从一个女性的视角去写的 但是读完这本书之后 你会发现 最惨的人其实是男主 就是男主直到最后 都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会活成这个鸟样 为什么老婆都想杀了自己 所以如果你对 现实主义文学感兴趣的话 莫里亚克的书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值得一读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阅读丰富人生 我是安征明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